香港有长远的经验在金融码专业服务等等的方面 所以中国在面对一个困难结构转变的时候 其实是合怨香港的很大的机会 很多时候被政治超越了经济 我们现在只是讲经济的时候 只是在经济层面来不讲政治 其实得到的好处是很多很多的 很多国家地方都很羡慕 为何香港可以背靠一个这么大的经济实力 你不是依附它而是一种互惠 很多人很羡慕我们没有好好地珍惜 心态我想人们不肯进入国内 深港合作讲了很多年 香港始终进入国内做生意有些暴力 香港人上去投资或者做生意 他觉得好像在香港那样 有这样的感觉 有一种比较安全或者舒服的感觉 这个不是容易的 我觉得这个心态比赚到多少钱呢 最重要的 这个要渐渐 用一些实际的例子去打破 前海基本上就是最贴近这个例子 譬如它有ICAC的 正式未运作 有个国际的仲裁法庭 包括了有国际的仲裁员 在海外香港都有 包括香港和海外的仲裁员 如果那个诉讼人提出要求 可以用普通法 可以用普通法 就是去到香港那样 之前开始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造成了整个商业環境 都好像在香港那样